辨识度太强了。 难怪网友纷纷喊话,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胖迪,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本期时尚穿搭指南就从这组迪利热巴的混血颠覆赶造型入手,为你带来保姆级的夏日搭配指南。 学会后你也可以肆意释放自身的独特气质,包你轻松每出圣夏。 作为新疆美女的代表,迪利热巴出道开始身上就一直伴随着一个标签混血感。 但近年来迪利热巴很多出圈的造型却将混血感抛弃,执着重强化她面部的精致感。 虽然这种造型路线比较契合大众审美,但也让迪利热巴本身的颜值特点有所弱化。 而这组迪利热巴早期的平面造型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 混血感中带着新疆人性格中的热情与豪爽,提升辨识度的同时,也让她的美更具个性张力。 迪利热巴造型的平面造型在配色方面已经具有了时尚配色的基本思路。 简约高级的配色风格让她快速奠定了风格特色。 在时尚搭配中,简约远胜繁复,复杂的配色会让搭配的难度直线上升不说,还会带来对肤色和身材的多种挑战。 对于很多穿搭新手来说,纯色搭配是最容易驾驭的风格,你只需选择最契合自身肤色或气质的色彩即可。 比如流行的绿色,紫色会比较显皮肤白,而冷色系中的蓝色会对肤色起到校正作用。 红色黄色等偏暖的色彩则可以柔和并提亮肤色。 如果你的身材肉感比较强,也可以搭配黑色或者饱和度比较低的收缩色。 如果你希望配色可以进阶,就需要增加配色的数量,但是单套造型的配色不要超过三种。 一般情况下选择一种主体色,一至两种辅助色会更好,视觉层次可以更加丰富。 一般情况下,我们区分衣料都是根据肤感,亲肤类的衣料在日常搭配中会更受欢迎。 但如果你想让穿搭更加具有时尚感,就不能忽略衣料的质感表达。 因为不同质感的衣料表现出的风格偏向也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棉麻面料就非常具有日式慵懒休闲的感觉,而牛仔更加个性少年。 想要搭配出混血的精致感,可以选择丝绒面料或者更高级的真丝衣料。 想要搭配出一套好的造型,就需要掌握一些基础的搭配技巧。 其实造型设计和画画一样。 同样需要具有留白的艺术,给画面留下想象空间可以让造型更高级。 所以适当陆夫就显得至关重要,搭配服装的时候要通过陆夫的技巧,将身材优势放大。 迪利热巴的很多造型都会选择将肩颈部位和四肢表现出来,这些部位的线条感都非常足。 可以展现人体的曲线美,并且给人以优雅大方的观感,甚至整套造型还会更具呼吸感。 很多小个子女士搭配造型比较苦恼,为什么同样一套造型自己穿上就显得特别普通? 明星模特搭配起来就给人气场十足的观感。 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身材比例不够完美,很多模特都是九头身。 腿部比例比较大,这样搭配服饰就会显得高挑纤细。 但我们可以通过搭配高腰设计的服饰来修饰身材比例,如果夏天搭配一些裙装还可。 以选择更加修身收腰的款式,这样还可以表现出腰部的轮廓,更加优雅灵动。 不得不说,迪利热巴的造型风格转变太大了,这组混血感十足的写真将它气质中的另一面非常完美地表现了出来。 不仅辨识度极强,还带着十足的个人气质,真是美出了它独特的风格。 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搭配出不一样的造型,不如在本期的时尚指南中吸取一些思路,你也可以轻松美出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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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